1000片的纯白地狱拼图 1000片的猫世界拼图 1000片 它是由很多猫咪组成的拼图 咦 这只看起来怎么这么狗 挺漂亮的 纯白地狱拼图 我感觉猫视野拼图要比 纯白地狱拼图更为复杂一点 它上面有很清晰的图案 可以让你很快的分裂 但是这个猫世界拼图就不一样了 没有任何的提示 你能依靠猫咪的形状或者颜色来分辨 那我们今天就挑战猫世界拼图 我发现这些拼图的背面 有不同的英文数字 可能就是用来让你提前分类的 方便你更快的能拼出来 这张地狱级拼图 但是我小阿森既然是挑战 那么肯定就是不依靠这些字母 先把这些拼图给翻过来 1000片终于全部都翻过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吸取其他博主的经验 先把拼图的4个平面给找出来 就像这种的 估计剪的也差不多了 我们先拼装试一下 看看我是不是忘记记时间了 5月15号6点45 怎么就这么难的到现在为止 我就拼成了一块 9点03 这是我三个小时以内的战果 4片2片2片 4片3片2片 你们能想象得到吗 3个小时就拼了17块 而且还不是连在一块的 为了能让此视频继续下去呢 我决定我们还是按照后面的字母来吧 大家应该能理解我吧 如果真的要是这样拼的话 我估计得拼个几年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把这些字母给区分一下 1000片分为6份 一份也就是160多片 这一堆假如说我拼5个小时 那6堆的话就是30个小时 我们先从A开始 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律可寻 全部都是我一块一块在试 已经从昨天的6点多拼到了现在的12点多 接着到现在 这张猫世界拼图 我只拼了6分之一 2点27 从昨天的6点多开始拼 小阿桑要去睡觉了 明天我们继续拼 上午9点44 争取我们今天把这张拼图给搞完 这是昨天拼出来的 能仔细看出来这些小猫咪 这只是6分之一的效果 如果把它全部拼完的话 那拼得相当的漂亮 观众朋友们现在C面板任凭我怎么拼也拼不到一会儿 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我在拼床的时候把其中的几块给弄丢了 第二商家没有给我发购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先拼其他的面板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了 你们可能没体验过那种从希望到失落 再从失落到希望这样起起伏伏的爆炸心态 看似非常简单的1000片 把它分成6片也就100多60多片 但是呢就单单这160多片 比想象中的更为复杂复杂的多 我现在眼睛都是 从早上的9点多拼到了现在的 7点半 建议有心脏病的千万不要去尝试这种拼图 5月17号9点30 这张拼图已经拼了两天了 昨天是拼到8点多我就没有再拼了 因为当时眼睛确实受不了 今天应该把它全部完成 没什么问题 开始 观众平板 App面板拼装完以后 我发现少了两块 可能是掉到其他等面板里面了 我们先不管了 继续拼其他的 现在是试哪一块哪一块不对 我把一面板所有的这些小拼图 全部试了两遍 依旧拼不到一块 很新闻的是 F面板的两个小拼图 找到了 从D的面板里面找到一张C面板的拼图 怪不得这一块拼不上 所以说就非常的非眼睛 你需要瞪大眼睛仔细的去找 我感觉我拼完这张地图 至少再净是个100度 没问题 第一面板居然少三块 这一块这边两块 走 午夜时分带大家去外面装装鬼 大家看着天 看着地 全部都是拼图 怎么这么黑啊 你们说人生是不是就像一张拼图 我们每个人都是拼图里面的一张小碎片 你不知道自己是圆的还是尖的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凹的还是凸的 所以说你就想知道你自己的那张碎片到底是什么样子 于是呢你就开始了不断的寻找 有的人呢很轻松的就找到了 有的人呢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 但是有的人呢终其一生忙忙碌碌 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样子 怎么拼个拼图还拼出来人生哲理了 动死人 走走走 拼完回家睡觉 你莫走 我就走 地面板藏在了C里面 放上去 OK 又一个完整的 还有 也是地面板 OK 完美的结束 成功 从5月15号到现在的5月18号 1点20分 刚开始第一天拼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特别的恼火 拼到第二天的时候还好一点 今天拼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 好像已经习惯了一样 来 我把它翻过来 让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我把背面全部打上了浇水 然后用吹风机也并没有吹干 晾了一夜 然后尽量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看能不能拿起来 以前片 猫世界拼图 大家看一下这些猫咪 全部都是栩栩如生 就这只我一直看起来特别的像狗 你们看像不像 哇 那其他的话呢 我也不多说了 因为今天的视频时长绝对是够长的 你们有想说的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就这个一线片的纯白地狱拼图 那就看大家伙本期视频的点赞了 破五万 我就安排 纯白地狱拼图